张晋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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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今天的题目是那个 Stackful Coroutine Eras 另外一个Async的Story 这个跟Future比 Future是Stacklist 这个玩意儿完全是Stackfold 完全不同的路子 首先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自己真的叫黄徐冬 我从2015年RUS 1.0的时候开始用 我现在在一个创业公司 AsStack Team 很不幸也是区块链相关的 Dag-based 在讲之前呢 我讲个小插曲 因为之前我给我Team分享 这个时候用中文讲的 讲完大家都很懵B 所以下午比较硬核 希望大家能跟得上 所以我想我能用英文讲的话 OK 这个不行 我试着去 这个能投影一下吗 把那个 Full Screen 投到那边来 投到那边来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它 好 刚才那个 这个关掉 这个是上一个 sorry 不是 我这个Mac用的不熟啊 我这个Mac用的不熟啊 实现不了 没事 我直接就讲吧 OK 投出来 我会 我还是用中文讲吧 那个 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 因为比较烧脑 首先是讲 Generator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讲Coroutine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会讲一些Coroutine System的一些方方面面吧 I-Sync I-O Sync Primitive 和Timer Manager 然后还会讲一些Coroutine Consolation的一些机制 会讲一些如何处理系统中的并发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Blocking Logic的Join and Select的这种Combination 最后会说一下跟Future系统的一些区别吧 好在 API应用都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Generator首先是一个特殊的函数 有多个返回值 这个定义就是有两个传入参数 一个是A A就是Send的时候传进去的一个类型 T就是返回的类型 所以它关键是有一对那个API 一个是Send 一个是Yeld 那Send呢 就会把这个Generator的环境给Resume起来 然后Yeld呢 会从Generator直接返回到它的Caller上去 那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就是创建了一个Generator 首先返回了一个时期 然后Return了一个42 第一次调用它的时候呢 就是得到一个17 然后第二次调用的时候得到一个42 然后就结束了 下面这个注释呢 有一个forEach 那说明就是说 当这个SendParameterType 是一个UnitType的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Iterator 所以可以用Iterator的API 这个实现的机制呢 是用了一个叫ContextStack的概念 在现成创建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ThreadLocal的ThreadRoot 这个值创建出来 那ThreadContext每次调用一个Generator的时候呢 就会在这个Stack上 Push一个Generator的Context 当GeneratorYeld出去的时候呢 又会从这个Stack里POP出去一个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一共是有三个Generator调用 然后Thread调用了一个Generator1 Generator1调用了Generator2 然后Generator2调用了Generator3 在这里头Generator3里头有 它显示了它自己的FunctionFrame 有F1 F2 F3 实际上Generator是可以从任何的一个点 FunctionFrame去返回它的Color去 所以1的P实际上是从F3来返回的 然后Generator2 在ResumeGenerator3的时候实际上是又回到了F3 那这个Context里头包含了哪些信息呢 一个是Stack 每一个Generator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Stack 所以叫Stack for Generator 除此之外还有所有的Registers 就是在Context Switch的时候会把它漏的Restore 这里有一些关键的特性我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通过上面这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到当前的跑的环境 到底是在Generator里还是在Thread里 如果在Thread里的嘛 那么你这个Top肯定就是这个Threadroot 这个Threadroot是不包含任何的Stack 它实际上是一个Nu 因为Thread用的是自己真正的System Level的一个Gem 第二个是Send和Yeld是带参数的 这个非常有用 因为实现Coroutine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参数添上 第三点就是我们可以把Generator内部的 引用给返回去 这个非常令人吃惊 我们写Rest的时候 从来都不返回Stack内部的引用 因为这是违法 但是Generator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返回了之后 它的Stack还保留在原地 它还在等着你去Resume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安全地把它内部的引用去返回去 实际上我们在Coroutine的实现里 大部分的Chronel Request 都是返回的是Stack上的引用 第四点就是Generator永远是Yeld给它的Caller 这跟Function是完全一样的 下面是一些Coroutine的介绍 Coroutine首先是一个特殊的Generator 特殊的Thread 它非常轻 所以创建和销毁代价很低 然后它的Resume和Suspend也非常快 大概是几十纳秒级别的 一个System Thread的一个Resume和Suspend 可能要花几十μ秒 大概是差了1000个数量级 然后它的Scheduler是可以在多现成的环境中跑的 所以Coroutine是可以在多现成里被调度的 语意上的Blocking不是一个真正的Blocking 因为Block了一个Coroutine的话 底下的Scheduler还在跑 就像你Block一个OS Thread的时候 这个OS还在继续跑一样的 第四点就是说我们在Coroutine里头 从来不去直接调用EL的这种很底层的东西 因为EL都被包含在Blocking API的实现里面去了 最后一点就是 比较好的就是 完全跟Standard Library的API是兼容的 所以写Stack for Coroutine的话还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和Generator不同有哪些呢 首先它是一个特殊的Generator 但是远远不止于此 因为它需要一个调度器去跑 这个Coroutine可以从任何点直接返回调度器 这个跟Generator是不一样的 Generator返回给Color 但是Coroutine是直接返回给调度器的 然后这个Coroutine怎么返回给Scheduler呢 它是去EL的一个Kernel Request Kernel Request是什么意思 就是 Hey Colonel 你给我帮我监控一个Invent 当它发生的时候 把我Resume出来 然后我会去处理它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Scheduler准备好这个Invent的时候 或者说是我发现了这个事件的时候 然后又会去告诉我Coroutine把它Resume起来 把它结果发给它 然后还有一点跟Generator不一样的就是 Generator是没有Local Storage的概念 但是Coroutine是有自己的Local Storage 这就是一张图来显示 这个Coroutine调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EL的 Generator EL的是普通的黑色的 这个Coroutine EL的是一个特殊的API 就叫Coel的 它是可以直接从Generator2的环境里 直接返回给Thread 然后Thread下次Resume的时候 就直接跑到Generator2了 我们可以看到Coroutine调用了Generator1 调用了Generator2 这个整个构成了一个Coroutine的Context 所以Coroutine和Generator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 那么底下的调度器是跑在KernelSpace里的 然后整个的Coroutine 你写的Coroutine的代码 都是跑在所谓的UserSpace的这里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Coroutine的签名 它的返回type是一个Invent Subscriber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轻的包装层 可以包装任意的KernelRequest 它的传输参数就是一个InventResult 它是系统会把这个结果会告诉他 我这个Invent是不是好的或者是发生了一些错误 去告诉这个Generator 这KernelRequest呢 必须实现一个InventSource的一个Trend 这个Trend包含了两个非常简单的API 一个是Subscribe 一个是YeldBack Subscribe呢 负责处理这个Invent去怎么去Handle去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把这个Coroutine的Handle 就是这个CoroutineImplot 去注册给某一个子系统 然后呢就完了 YeldBack呢是当它Resume回来的时候 进行一些额外处理 因为这里有一个Concel的概念 所以这里会检测是否发生了Concel 这个Coroutine是不是要被取消掉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这个KernelRequest 都是在Stack上去构建的 然后直接返回它的引用就够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KernelRequest的example 我们去怎么实现一个Sleep的API 首先定义一个Sleep的Strat 这个非常简单 有一个Duration的域 定义它要睡多长时间 那InventSubscribe呢 就是把这个Coroutine的Handle 注册到一个AtomicOption 这个Atomic数据结构里 然后把它注册到Timer的System里头去 就丢给Timer了 这个API的实现也非常简单 就是在Stack上构建一个SleepStruct 然后把它的引用给EL回去 下次你调这个API的时候 这个Coroutine就会睡这么长时间 然后等着就被Resume了 这是一个例子呢 表明了我们可以把Coroutine和Generator 可以混着写 它们其实是统一起来的 这个例子基本上是每隔一秒钟 然后打印一个数字 从0打印到1000 那个Sleep的API呢 实际上是EL的给Scheduler 但是那个S.EL的 实际上是EL的给它的Caller 也就是这个Coroutine自己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不同的EL的返回点 这是一张CoroutineSystem的一个全图 我们可以看到 KernelSpace跑了三种类型的这个Scheduler 一个是IoInventLoop的 还有NormalScheduler 这个是支持那个Task Stealing 然后还有Timer Management的一个Thread 在UserSpace里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API 有Io相关的 有同步原语相关的 Channel啊 Mutex啊 还有一些Coroutine创建管理相关的 比如Spawn Council Drawn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时间相关的Blocking API 像Sleep YieldNow 还有一个是Combination 就是Blocking Logic Combination 就像CQ和Scope Cross Beam Scope 大家应该比较了解 CQ我后面会讲到它的一个应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IoSubsystem的一个实现吧 IoSubsystem呢 首先Yield给Kernel的是一个Io相关的KernelRequest 每一个Io相关的KernelRequest呢 都会自带一个Timeout的一个Property 所以这点跟绝大部分的Future的管理不太一样 这个Timeout是Io的一个天然属性 所有的Io相关的API呢 最终Resume的时候 都是会在IoThread上去调用这些Coroutine的 当前支持主流的一些API 像TCP UDP UniqueSocket WindowsPipe等等 然后这个Invent Loop 实际上就是Coroutine的这个模型 可以很好的把Epo KQ LCP完全统一起来 对于Event Mode的这个Selector呢 像Epo和KQ呢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注册给这个Kernel呢 告诉你监控一个Event 当这个Event回来的时候 我自己在UserSpace里做真正的Io操作 当然都是非阻塞的Io操作 但是对于Windows像 LCP这种Completion Mode呢 实际上是在Kernel里直接做的 真正的IoAPI调用 让Kernel去做 然后Kernel返回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已经Ready了 然后在UserSpace里 你只需要直接处理这些结果就好 所以这个模型很好的就把Epo和KQ 这个IoCP统一起来了 在Coroutine System并没有调用像MIO这样的酷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Io的调用呢 是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这个IoThread上 它是基于这个FD或者Handle的这个Number来做的 比如说偶数的可以调度在一个Thread上 基数的调度在另外一个Thread 这样的话就完全消除了这个Contention 所以Io的效率会比较高 然后每一个EventLoopThread呢 其实都是自带的一个Timer的一个 Timeout的一个Management的一个策略 这样的话单线程的同步的这个Timeout的处理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是这个同步原语的一个子系统 它其实给的KernelRequest呢 就叫BlockerKernelRequest 像Mutex啊 Semifor啊 ReallocChannel啊 这些内部呢 都维护了一个Task Queue 就是把那些Suspending 我需要这些信号量的这个协程呢 都保存起来 然后这些所有的SyncPrimitive相关的API呢 它都会在NormalSchedulerThread去运行 并且是支持WorksDealing的 所以在多线程的时候 它们可以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线程上 目前来说支持的种类呢 有Semifor,Mutex,Realloc,ConditionVariable SyncFlag SyncFlag比较类似于Once MPSCChannel 下面是这个Blocker一些描述 这个BlockerKernelRequest呢 能够返回三种值 一种是Timeout 一种是Cancel 一种是OK 你这个信号已经Ready了 所以当返回Timeout的时候 意味着你这个等待已经超时了 当返回Cancel的时候 你要正确地去处理这个逻辑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支持这个Mutex的Cancel 它会把这个 如果它拿到了信号 它会把它丢给下一个等待的人 在其他的系统里 我还没有见到类似的Cancelation的实现 所以在Mate里头 那个SyncPrimitive也是可以被安全地Cancel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Blocker呢 也支持Thread的Context 所以你可以创建一个Mutex 在一条Thread里去挡 然后在一个协程里去触发它 时间管理的Kernel的这个线程是单独跑在一条线程上 实际上这个Timer呢 维护了一个MPSC的一个Priority Queue 这个Priority Queue是由一个Binner heap来实现 然后Binner heap里每一个项呢 都是一个MPSC的List 所有相同的Interval的Request 都会被放到一个MPSC List里 所以这个类似于一个Burns Atomic的一个数据结构吧 还是比较高效的 然后这个Blocker或者Sleep函数呢 就会把这些Timeout的Request丢给这个Priority Queue 当这个Priority Queue 快速地把这个第一个Timeout的事件 pick out出来的时候 就会把它扔到给Global的这个Ready List里 然后由Normal Scheduler去完成去调度 下面讲一下这个斜程的一个取消机制 我们这个是User Space跑的这个斜程呢 没有任何的机会去停掉它 不像一个真正的操作系统 我们可以把它Suspend起来或者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只能在一些特殊的点去检测 这些Cancellation是否发生了 那就是在调度到Kernel或者从Kernel调度回来的时候 我们去检查一下这个东西 当发现Panic的时候 我们就会trigger一个特殊的Cancelled Panic 然后呢外部的调用就会把这个Cancelled Panic去Cot掉 捕获住 捕获住的呢 然后就可以把整个斜程的状态就设成Cancelled 那么你在Join的时候呢其实会返回一个ErrorCancelled 还有一点就是Cancelled这个Panic呢 会触发这个Stack的Unwind 这样的话就会把Stack上的所有的资源都会Drop掉 但是呢因为我认为这个Panic触发的这种Drop呢 会引起一些额外的副作用 所以我把它标成了Unsaved了 在这个系统中有各种各样的contention 首先User Space和Kernel Space会有contention 当你注册一个 把这个Quality Handle注册到一个子系统的时候 它可能立即就在另一个线程上运行起来 而你这时候还陷入到Kernel里呢 还有一些是子系统之间的竞争 你比如说Io我正在等 但是突然又来了一个Cancelled Event 我要把它终止掉 或者说我等一个Think Primitive API 但是它Timeout 我需要把它处理掉 还有Cancelled也是类似的 那Think Primitive Contention那是更常见的了 就是像Mutex、SampleFront、ReadReadLock 这是涉及到大量的contention 那么怎么去处理这些呢 User Space和Kernel的contention就是 在Kernel调度完成Subscribe的时候 我是不能在站上释放掉Kernel Request的 否则就会发生非法的内存访问 因为你调用drop的时候 它已经不在内存里了 而这个Kernel呢 你还在访问它的域呢 这个显然是不成立的 所以必须要Delay Kernel Request Drop 第二个方法就是大量地使用 lock list data structure 像Atomic Options 这是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 每一个Quarantine Handle 只能被一个子系统拿到 还用了一些Atomic Queues 从那个Cross Beam那边 或者是有一些自研的一些Atomic Queues 比如像Mutex、SampleFront内部 都维护了这些的Queues 还有一点就是存在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Atomic Event Exchange的算法 可以保证每一个Event都能被只处理一次 所以在Event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不会丢失这个Event 我大概说一下原子的Event处理的一个逻辑 首先你看在Consumer这个Thread里 是跑了一个大的loop 它不停地去拿这些IoData 这是一个Io子系统的一个处理 它拿到IoData 首先这个IoData是个Atomic Option 它会去试着把这个Qarantine Handle拿出来 拿出来如果能够拿成功 它就会做一些这个Event的处理 然后再把它Resume掉 在Event Producer 是在另外一个线程跑的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Kernel的标准处理 首先把这个Qarantine Handle 它有注册给这个Io子系统 然后呢 这里有点比较特殊的 它直接从这个Io子系统里去 试着把这个Coding再拿出来 然后再处理一下 这种处理呢 其实在Atomic Operation里 就是绝对能保证它唯一被处理一次 我们在Code里会有大量的地方 都会看到这种奇怪的这种东西 然后就是CodeRoutine和Thread也可以被统一起来 那怎么统一 其实我们没写一个API调用的时候呢 首先检测这个API跑的环境 我到底是跑在Thread里还是跑在协程里 如果是跑在Thread里呢 那我的Behaviour就应该是跟这个标准库的API 是完全保持一致的 我也会把这个Thread去Blocking掉 但是如果它是跑在CodeRoutine的协程里呢 我不会去调用那些Blocking的API了 我就会把这些Kernel Request 注册给相关的子系统 然后等待我自己再被调度 这是一个等待逻辑的组合 DroidMacro会把所有它要等的东西都等回来 你像这个例子里呢 就是等待一个Channel 拿到一个数据 然后等待一个Mutex上个锁 它内部的实现呢 就是类似于CrossBeamScope的一些东西 下面这个也比较有一次是Select 这个红呢是等待任何一件事情首先做完 然后其他的事件我就concel掉 不等了 这个例子呢也比较简单 就是等待两个Channel 在一秒钟之内是否有数据 并且打印出来是谁拿到了数据 内部的实现呢就是一个CQ的概念 CQ的概念我比较复杂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详述了 基本上就是分成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都是可以并发的 下半部分是串行的 最后就是跟这个Future Based System一些不同 好的地方呢就是非常简单 符合直举 所以我们的小伙伴写这个Coroutine Based API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跟写普通的函数是一样的 也没有那些Future的复杂概念 还有一个就是它根本不需要Async和Wait这个Marker 所以你就直接调这个函数就好 还有这个API呢是都能够安全地在Thread Context里去调用的 最后呢就是跟Standard Library是兼容的 并且是比较稳定的 现在这个酷呢在0.3.6 基本上我很少去更新了 如果大家发现Bug还是必须要提上来 那么不好的地方也非常明显 就是使用了太多的内存 假设一个generator stack有32k 你分配1万个就可能要使用320兆的内存 如果更多的话可能这个内存就爆掉了 另外一个就是contact switch并不是free 因为涉及到这个stack的一些切换 会涉及到有cache的问题 load store register的问题 也会额外地消耗一些CPU instruction 最后一点就是因为每一个斜程它的那个stack都很小 所以更容易地发生stack overflow 这样的话就要求你去tune你的代码逻辑 去减少这些尤其是地规调用这类的情况 所以结论就是什么呢 我们统一了generator和coroutine 然后统一了现成和coroutine 然后还很优雅地把Linux BSD Windows 的API都统一起来了 然后这个API呢也兼容Standard Library 用法比较简单 效率还可以吧 这是Web Framework Benchmark 然后排在第二的这个是Main HTTP 就是基于coroutine 这是基于Client的环境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所以我放在这儿了 哈哈哈 OK 买了 你好 我有个问题 就是 就是Cloutine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 可能做最好的就是GoLine里面的那个Cloutine 然后在GoLine里面它 在Cloutine之间 那个 做数据的传递或者是说 作为Cloutine的那个 同步的机制的话 它都是用Channel比较方便 对 那 在Rox里面的话 现在 在Main这一套的话 它也是有很多Cloutine的那个 就是说 执行的那个代码 那在它之间那个数据的传递 或者是说 它们逻辑之间的那个同步的话 是不是用一样的机制 因为我在这个PPT里面 没看到有相关的介绍 OK 看这个Sync 支持Channel Mutex Redrive ConditionVariable 三个方都支持的 我重复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 在Rust里 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同步这个数据 尤其是在多线程的环境下 跟GoLang有什么区别 那GoLang的逻辑呢 都就是使用Channel 它强烈推荐使用Channel 并不推荐使用 像其他的信号 信号同步量 在Rust里 我们的工程实现里头呢 这两种都会用 并且我们发现这个信号量 反而有时候是更高效的 因为内存就是摆在那儿的 所以你只要处理好这个逻辑的话 访问反而比这个Channel要高效一些 但是Channel呢 会把一些数据的隔离 做一些隔离 所以很少有思索的问题 看大家的工程实现能力 在我们的DAG的 Base的这个系统里 大量是用到Mutex RedriveLog这种东西 并没有发Channel OK 我还有一个英文 就是说如果我要用Channel的话 因为它毕竟方便 然后有问题会比较少 那在Rust里面有很多时候 现在特别是这种时候 比如说Cinder 我可能要Clone一下 对吧 这个其实它都会有开销的 然后用这一套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会 包括那个县程的切换那方面 包括内存那方面 其实开销应该不少 这方面有没有一个简单介绍 OK 我说一下 单说一下这个Channel的 这个环境切换的问题 Channel呢 我们在Mate里头只支持MPSC 这一种类型的Channel 高级的Channel 可能需要这些 Sync Primitive去组合 那Send是不会发生 Contact Switch的 因为Send永远保障 是能够入对的 因为我只支持这个 Unbounded的MPSC 只有Receive 会发生Contact Switch 但是我们好在是只有一个 Single Receive 所以这个Receive Contact Switch是免不了的 好 这边 好 还有 这边 操作内存 就是你这边是怎么做的 我很好奇 OK 实际上我没有把太底层的东西拿出来 因为这个涉及到Contact Switch的具体的实现 这个里面说实话 我是用汇编来做的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把所有的Register 相关的重要的Register 像PC Stack 类似的东西都保存起来 然后再把Stack去偷出来切换掉 然后再恢复出来 完全是会变的 就在Generator库里面 你好 我也有个问题 但是跟第一个其实挺像的 其实也是根据数据有同步相关的 我这边想 就是你那边说你实现了 就标准的一些 像什么 AVLUK MUTEX的职业接口 是吗 对 我其实觉得 RUST的话 它自带的那一部分 它其实是通过一些Sync RUST的手动标记Trader的方式来 标识它是不是一个 可以跨线程安全的 但我感觉 在Chrotein之间的话 这个情况会更复杂一点 首先 一个Chrotein 它在没有发生一些 Context Switch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需要做一些安全保障的 就是非强战士调度的情况下 你一段代码 在不发生IO的情况下 它是只会被一个线程执行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但是它在发生Context Switch的时候 它就需要跟RUST SyncAsSender 跟线程切换一样的状态保障 那样的话就是说 你是怎么复用这个 就直接说法就是说 使用你这边提供的Mutex 或者说AdMutex的这些东西 我还能不能获得像RUST本身一样的 安全保障的同时 也不要让我去手动把一些 本来就一定不可能在你的Chrotein场景下 发生Context Switch的那些场景 手动有一些性能损耗 不知道表达明白了没有 有点复杂 我有点疑问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面用你的Mutex或者什么 就是说白了 跟RUST原本的是不是一样的有保证 因为RUST它的Mutex 它会做那种ownership的检查或者什么的 跨线程的这种分享 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 这个算法的实现还是 基本上是标准的Wikipedia上面参考来的 但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过每个系统里面 它到底做了哪些优化 所以实现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 而且这个Mutex系统又实现了一些timeout 像什么cancel的支持 可能逻辑会比那些还要tricky一些 至于performance 我大部分测的都是在coroutine的环境下 这个performance还行 可以接受 大量地在县程里去用的话 我只是保证能用 不会出错 OK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好 那位 我看前面这位好像还有一些疑问是吗 我们可以私下交流 您好 我们之前有研究过Mate这个酷 然后刚刚您说Mate和Go的routine的主要差别是Go推荐大家用channel 然后你是主要用mutex和rwlog来做这个sync 但是实际上go的channel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mutexlog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本质上大家都是在用一样的路线在做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Rust在1.0之前有green thread 然后它就是抽象出来一个类似thread 然后有自己的stack 然后我在看Mate的时候我感觉它跟Mate这个轻量现成的模型其实是很像的 但是最后Rust没有采用这个方案 然后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看法 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go里面channel里面也有mutex 至于go的channel的performance我没有多大的发源权 但是在Rust的Mate库里头 这个channel还是非常非常清亮的 因为它的实现的底层机制跟mutex完全是平级的 所以这两块应该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是两种混着用的看具体的业务需求 我们在系统里也会有大量的channel存在 但是比较类似于像这种task往不同的scadular之间转移 像做batch之类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早期的green thread 和现在的coroutine实现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我觉得基本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官方放弃肯定是有官方的原因的 首先它内存的问题解决不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有些系统里你必须把这个内存的占用释放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当然我们也在等future的成熟 如果async await 只需要简单地加上这些关键字的话 我们整个系统的porting工作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谢谢大家